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实现这个最短路径算法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名字叫最短吧 考虑大家的水平对不对 这个最短呢它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from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一个最短路径 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添加多一条路径 添加一个D到F的路径 然后呢A到F的这个路径上呢 就有很多种可能 首先是由ABF 然后呢是ADF 然后呢是ACDF 这三种可能 那么呢我们添加了这条路径之后 去看一下怎么去 这个最短路径算法到底有没有用 首先我们添加一条新的路径 新的路径 对吧这条是一条相对比较长的路径 句点 addage 添加哪个呢D点到F点路径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最短路径这个函数啊 要解要从from2什么意思呢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A点来到F点去 那么它掉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最短对吧 从A点到F点 那么最短路径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吧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点啊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图来说 假设现在多了一条路径在这儿对吧 那么它便利的时候顺序仍然是不变的 就是它便利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 OK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便利顺序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便利顺序呢 我们为每个点设置了它的回数点 那么这个回数点一定是最短的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不会在D点便利到E点 而是会在B点便利到 不会在D点便利到F点 而是会在这个B点便利到F点 对吧 因为它便利顺序是有广度优先的 所以我们这个最短路径算法其实很简单 在我们实现了广度优先便利的这个前提之上 去做一个最短路径的问题的话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现在我们从A点到F点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V就当前的点 等于什么呢等于from等于to对吧 设置 设置当前点 这算是当前点呢 其实我们的算法的逻辑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是什么样一个逻辑呢 就是在F点出发寻找它的回数点 它的回数点到底是D点还是B点呢 那么毫无疑问肯定不是D点而是B点 因为它便利顺序的一个问题 所以F点找到回数点是B B点再找回数点是A 那么这时候呢就能确定它的一个最短路径了 对吧那如果不用 没有这个没有 如果刚才我们的广度优先算法没有设置这个回数点的话 那么F点的话如果根据边缘来说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找到D点 OK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最短路径算法到底有没有用 好V当前点设置为to 就是我们在F点开始寻找它的回数点 那应该怎么去寻找呢 应该是这样的 V等于什么呢 我们应该把路径先获取一下对吧 VS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字放大点 VS等于G点BFS 对吧 从A点开始 那么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呢 是返回了一个对象 对吧 刚才我们写的 返回了 从A点开始便利的一个回数点 一个Pied 对吧 还有一个距离 其实距离呢在这里我们是用不上的 用D 那么我们先用回数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S呢现在就是一个对象了 好V等什么呢 S点Pied 什么呢 寻找它自己的回数点 OK 这行代码大家先想一下什么意思啊 首先我们from是A to是F 对吧 然后呢设置V等于to 就V等于F 然后下一步我们将V设置为它自己的回数点 对吧 就是说在这个回数点的这个对象里面寻找它自己 那么F点的回数点呢 大家应该记得应该是B 就刚才我们存储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不介意把这个S再打印出来看一下 Ctrl Log S OK 然后呢去运行一下这个index.html 好 S.Pied is not a function 这里写错了对吧 应该是这方货号 用这个对象的方货号语法 刷新 对于这个Pied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结合这三个图对吧 一块来看这个问题 一块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设置V等于to 就是V等于什么呢 fromA对吧 toF 那么V应该等于F 那么S.Pied F 是什么呢 是B点 寻找到它的回数点B点了 然后B点再寻找它的回数点 是什么是A点 这时候呢就能找到它的最短路径了 对吧 那么现在啊 我们发现 现在这console.log v 会是什么呢 console.log v 好有疑问是F点的回数点B点 对不对 这时候应该是F点的回数点 回数点B点 好来回数点B点 我们看一下刷新看看对不对 是B点没错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到达A点了吗 因为我们要找A点到S点的距离 对不对 但现在呢只到了B点 所以针对这个过程 我们要怎么样 要不断的去用循环去处理它 让它一直找到这个点为止 写一个Val循环 Val Val什么呢 写错了吗 怎么没有颜色 Val Val什么呢 当什么呢 当V V 不等于 Firm的时候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V是不断的去寻找回数点 对不对 就是V 它是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一开始呢是F V在这 然后呢 V变成它 然后呢最后V变成它 那如果V等于Firm 就是V A是Firm对吧 如果V等于Firm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确定 这时候已经达到回数点了 已经达到这个开始的一个点 对不对 那么 在你还没有达到之前 你要不断不断去便利它 OK 怎么去便利呢 首先concel.log v OK 然后V等于S.piedv 不断的去寻找这个回数点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代码怎么样 刷新一下 看看它的执行步骤是什么 FBA 现在啊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这个最长路径算法生效了吗 完全生效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条路径 F跟D之间的 刚才新加的一个路径 那么它并没有选择走这边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广度优先算法 去便利的时候 对吧 它会由近到远的去便利这个 去便利这个图 那么呢 这个点的回数点 肯定是离这个初始点是最近的 对吧 它每个回数点都是离它上个回数点最近的 这是广度优先便利的这个算法的一种天阳的优势 如果是深度优先的话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OK 那么好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啊 首先from是A 从A点到F点 对吧 然后呢V等于什么 等于F 要V等于A吗 对吧 现在F等于A吗 不等于 那么接下来console log V V是什么 是F 好了寻找F点的回数点是什么呢 是B 然后呢不断执行这个过程 对吧直到到达A点 然后就console log V 就它已经到达A点了 OK 这就是我们便利一个过程 FAB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顺序是不是不太对啊 因为我们想 因为我们想找到最短路径肯定是想希望A B F 这样去找到对不对 那么它反过来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用一个之前学过的站结构去解决它 好 回去找一下之前的站的代码 对吧 这一段 哎 stack 嗯 在这儿 这一段对吧 Ctrl C 然后回到这里 放到最上边 对不对 像以前一样 好了 现在我们回到这下面了 在我们这个便利开始的时候怎么办呢 pass 等于new stack 对不对 去新建 去new一个站 然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 就不concellog了 而是怎么办呢 pass push push push什么呢 push v 把v.push进去 最后 在这个要求人执行完之后 仍然pass.push v ok 然后在这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呃 站打印出来了 因为现在我们这么整的话 刚才我们出来的距离是什么 f b a 是这么一个顺序 对不对 这么一个顺序 然后我们 如果是站的话 那么站的结构线应该是这样的 f在最下面 b在最上面 a在最上面 因为我们是push进来的 接下来我们puck出去呢 顺序就是 abf 对吧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正确的顺序了 好 well pass.isEmpty 对吧 如果你飞空的话 那或者我们啊 存储一个 一个字符串来存储它 sgin 如果你飞空 那么str 加等 pass.pop 对吧 出站 啊 加上一条杠 对吧 加上一条杠 ok 那么现在我们看效果是怎么样的啊 看效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console.logstr 又结合了之前我们学过的一个站结构 好 现在我们刷新一下 abf 对吧 现在顺序就对了 但最后呢有一个多余的 我们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str 等于str.slice 对不对 从0开始切高到str.less less-1 稍微把它切割一下 这样就好看点 这时候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最短路径的一个问题了 abf 是最短的一个路径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是adf acdf 这么一个路径 对吧 这个就是最短路径的一个问题 那么把这些代码结合起来做一个循环的话 你就能啊 获取它的全部的路径了 有意思吧 就是啊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啊 这样大家去写一下 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客户的资料里面会给出这代码的一个示范 说便利出全部的路径 abf acdf adf 对吧 便利出这些路径来 当然呢 最短路径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要不断的寻找回输点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呢 我们标记一下 这是广度优先算法 优先算法的一种天然的 也不能是天然的 有一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能解决 为什么它能解决呢 因为广度运行算法是怎么样呢 能保证每个点的回数点是怎么说呢 最短的 对不对 最短的最近呢 对吧 因为呢 它是一圈一圈像洋葱一圈一圈往外去便利的 如果是深度优先算法呢 对吧 那一下子探到底了 你就不能确定说它的回数点一定是最 所以你就不能确定说它的回数点一定是最近的一个点 对吧 这是广度优先算法解决的一个问题